8月15号 苏沃洛夫突击接力赛是国际军事比赛2019中国库尔勒赛区的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参赛队以一小时12分28秒的成绩获第一名 该项目裁判长助理吴学平告诉记者 中国参赛队在整个月仗射击中没有任何失误 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应该是非常优秀 因为今天的这个成绩比去年应该提高了好几好几分钟 整个月仗包括我们的射击没有任何失误 参加当天接力赛的是此前单车赛总成绩排名前四支参赛队 即中国 俄罗斯 伊朗 白俄罗斯四国参赛队 每支参赛队派出三个车组使用同一辆部战车参赛 每个车组在赛道上行驶四圈 接力完成共12圈的比赛 该项目裁判长苏荣告诉记者 苏罗夫突击比赛及快速射击 驾驶障碍 指挥通联于一体 即时参赛装备的比拼 也是对参赛官兵作战能力 协同能力 战斗精神的考验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比赛开始后第一三赛道同时发车 第二四赛道错时30秒后同时发车 即时从各自发车开始 各国参赛队的第二第三车组在后赛区待命 交接时在接力移交线就位 每个参赛队可使用四辆步战车比赛 比赛中各类射击把镖显示方式与单车赛相同 每支参赛队的射击顺序根据抽签方案确定 他的比赛的时间长 他是接力赛 设置的障碍跟以前一致 但是要通过多次 这次接力赛要比这个单车赛难度和强度要求更高 难度更大 吴学平表示接力赛的比赛强度非常大 在赛道上连续行驶12圈考验装备的可靠性 通过备赛比赛装备的可靠性得到了提升 参赛车组在训练时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 也为今后的专业训练提供良好借鉴 至此 中国陆军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9 四个项目的赛事全部结束 比赛闭幕式将于17号晚在库尔勒市民族体育公园举行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